這次做一個很簡單的芥末八爪魚 這個八爪魚不是用到新鮮山歐歐的八爪魚 不容易買到的關係就用到刺身級素來代替 就算刺身級素給你新鮮買回來,你也未必想處理它 講一下材料 會用到一塊刺身級素的八爪魚 一條尖椒,青色的,一條紅辣椒 一般的豉油一湯匙,味淋一湯匙 芥末一湯匙 然後柚子汁兩個茶匙 我們用廚房紙把尖椒和紅辣椒擦乾淨 把尖椒切一半去滑 在選擇用多少的時候,我們試一下味道 如果它不是太過辣,我們可以把整條切碎 通常綠色這一隻都不會太過辣 辣椒仔也一樣,切一半去滑 由於它比較辣的關係,我選擇用半條 我們用一個碗,就加一個湯匙的芥末 然後把其餘的調味料加進去 我們把它拌勻,我們先試一下味道 因為每一隻芥末的辣度都不同 試完味道後,我發覺有一點辣 我再加一點醬油進去,混合淡 這個味道就可以了 然後放在一旁 八爪魚鬚,我們把吸盤的位置切走 然後留一半,那一半就不會用來醃 剩下那一半,我們把肉的部分切片 然後把肉的部分再切又絲,我們放在一旁 吸盤的位置可以再切小粒一點 然後把已經切開的部分倒進醬汁裡 然後加上剛才切碎的尖椒和辣椒仔 我們將它拌勻,我們醃它20-30分鐘 剩下的八爪魚,我們將它切片 上碟的時候,我們將它放在一起 然後這個八爪魚兩隻就完成了 多謝收看,另外多謝網友Alexander G 建議將影片變成兩分鐘 我們下次再見,拜拜!